主料,猪肉馅250克,鸡蛋手擀面250克,主料,色拉油,豆瓣酱,甜面酱,葱,姜,生抽,白糖,淀粉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鸡蛋手擀面,我是菜畅买的现成的,锅着火上加水烧开后,放入面条煮熟,准备豆瓣酱和葱姜,姜,葱洗净, 分别切碎末带油,锅着火上加入色拉油,以温期盛热时,放入煎,葱末炸香,然后放入肉馅翻炒均匀,当肉馅变色后,放入一根池甜面酱和一根池豆瓣酱翻炒均匀,再加入适量的生抽和少许白糖,翻炒均匀,当肉馅已熟食,加入一勾酸好的水淀粉勾芡,使汤汁浓稠,至实, 白肉馅浇到面条碗内即可,烹饭技巧,面条不要煮得太黏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